有了驾驶证,上路开车并不能说万事无余了 各种奇葩的事都在路上等着你 对于一些新手来说,驾驶证一般会很珍惜的随身携带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些情况,您知道该怎么处理吗? 一定要睁大眼睛,记清楚这些情况 常见的是驾驶证忘带了 这种情况和无证驾驶性质不一样 没带驾照时,交警会让司机终止驾驶行为 暂扣机动车辆只要能及时取回驾驶证 并且在驾车中没有其他违法行为 会对驾驶人处以200元罚款和警告,不会去扣分的 如果同时发生了违法行为,交警会在您拿回驾驶证时一并出发 如果驾驶证一直未能拿回,那就是无证驾驶了 所以当驾车外出时,最好能检查仔细了 看看驾照是否随身携带,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拿着驾照驾驶了非准驾驶行,那就严重了 直接扣12分,除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还有可能被拘留15天 驾照过期了,超过了就应该换账 一年以内一般被交警发现不会被扣分 但是会被处以200元罚款 超过一年未审核或者没有患证,那么对不起了 这就是标准的无证驾驶,后果很严重 拘留罚款一样都不能少 当然了还有几种标准的无证驾驶行为 第一种是没有考取驾照,就驾车上路 第二种是驾照被吊销 第三种是驾照被暂扣 这三种驾车上路就是无证驾驶 罚款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拘留15天 是不是很懵逼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老老实实 按照驾照上的要求,开车就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